创业者很重要一点 不是你的工资在哪里 有的时候你的心在哪里 你的眼光在哪里更为重要 肯德基并不在纽约 但肯德基在全世界各地都有 所以有的时候一个企业在定位的过程中 你要明白自己的产品能不能走那么远 该不该走那么远 是不是可以走那么多远 就是我前段时间跟那个吴英 我们去拜访了李嘉诚 他讲了一个事 可以在座所有创业者可以思考一下 有人问他你李嘉诚凭什么多元化 进行什么肚头 你做这个做那个几乎大部分都成功 为什么中国绝大部分做不成功 你能做成功 他说其实做生意要记住 手头上永远要有一样产品 是天塌下来你也挣钱的 所以这是我想李嘉诚给的一个建议 不一定要想做大 做好了 咖啡卖了两三百年了 像星巴克要卖成这么大 一万五千家店在全世界 一定有独特想法 等你有这独特想法 好的模式以后再推广也来得及 最优秀的模式 往往是最简单的东西 尤其初创的时候 寻求单一简单最重要 我们最怕碰上一个人说 我有这机 这机会生一个蛋 这个蛋将来会变成 这机说不定 再生几机以后 变成奥斯卡的金牌机 然后越说越悬 我们就越跑越远 中国现在的创业需要的是 有个四五 有个两三百万的投资 可以做一两千万的生意 我觉得挺好 我们就鼓励隔壁王大妈 为什么把面殿开得那么好 开得挺滋润的 所以我希望中国更多的创业者 要有伟大的梦想 但是一点一滴的做起来 学质型的创业者 是从宏观推向微观的 宏观大事非常好 根据这个大事 我一定能产生出来 有的时候 大事好未必是你好 你好未必是大事好 很多创业者往往从微观推向宏观 绝大部分的创业成功者 都是因为发现客户的一个需求 然后发现一群客户的需求 把它去创造出来 聪明是智慧者的天敌 傻瓜是用嘴讲话 聪明的人用脑袋讲话 智慧的人用心讲话 千万别把自己当聪明 最聪明的人相信别人比你聪明 男人的胸怀是冤枉称大的 多一点冤枉 少一点脾气 多一点微笑 你可能会更成功一点 称得上CEO 一般都要一千名员工以上 你可以称自己CEO 所以我们公司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 现在拿出来 就两个伙伴 一个CEO 一个CFO 就是让人家觉得不踏实 再见 创业时期 千万不要找明星团队 更不要找成功者在一起 就是已经成功过 或者非常成功的人 跟你一起创业很难 所以创业初期要寻找那些 没有成功 渴望成功 平反团结 这个共同理想的人 创业要找最合适的人 不要找最好的人 豪华团队往往就不愿意做 那个细节工作 我以前经常讲 这个让我投资五个NBA 组成的公司 我一定不投 因为五个NBA在一起讨论 谁当CEO都有半年好讨论 创业者往往是个开拓者 创业者最大的快乐 就在创业过程中去学习 去提升 所以很多时候是创业者 因为自己搞不清楚而去创业 等你都搞清楚以后 可能就不去创业 作为CEO和创始人 首先他本身的最大的职责 就是企业文化的推广者 当然我觉得企业文化 制定目标 共同的使命和价值观 是很容易的 最艰难的地方 在于点点滴滴的实施 第二个任何一个企业的文化 必须和他的所处的行业 和他公司本身的特点要吻合 然后怎么去把他实施贯彻下去 这世界最不可靠的东西 就是关系 我们这些人都一样 尤其我一样 我们更没有关系 也没有潜似 一点点起来 我相信 记住 关系特别不可靠 做生意不能凭关系 做生意呢 也不能凭小聪明 做生意最重要的是 你明白客户需要什么 你实实在在的创造价值 一定会有机会 坚持做下去 诚信啊 它绝对不是一种销售 更不是一种高深空洞的理念 它是实实在在的 言出必行 点点滴滴的细节 所以诚信是不能拿来销售 诚信是不能拿来做概念的 最好的模式是最简单的 赚钱模式越多 越顺利没有模式 所以呢 我们创业者永远记住 全球的眼光 要中国自胜 全国的眼光 也要当地自胜 一个全正的眼光 是小店自胜 然后创业的时候呢 我建议呢 大家要做自己 最喜欢也最容易做的事情 企业永远做 企业该做的事情 别去跨到 政府该做的事情 那就会很累很累 我给所有的创业者 一个建议 就是少做就是多做 不要贪多 把它做精做透很重要 如果碰上一个强大的对手 你应该做的是 不去挑战他 而是去弥补他 做他做不到 去服务好他 先求生存再求战 这是所有商场的基本规律 你还没站稳脚就跟人挑战 你一定要输 一个企业家首先要具备优秀的职业经理人的一种品德 一个职业经理人也必须要有企业家的胸怀和眼光才能做好一个真正的职业经理人 所以就把别人的时间 而一个经理人往往比较愿意看到别人的短处 所以永远要相信 边上的人比你聪明 一个相信边上的人比你聪明的人才是真正的智慧者 优秀的CEO和领导者在给员工展示未来美好前景的时候 一定要给他们展示未来的灾难是什么 想清楚未来的灾难 你才能度过未来的灾难 人家可以拷贝我的模式 都不能拷贝过我经历的苦难 不能拷贝我经受的委屈 不能拷贝我不断往前的激情 短暂的激情是不值钱的 只有持久的激情才是赚钱的 学习是无处不在 学习不一定坐下来 而是去听去看从客户中学习 我当年到金庸澳大利亚的房子参观 满房子的全是数 我问他这个二战的情况 他给我讲二战的时候 澳大利亚战争是怎么怎么打 澳大利亚军队是从哪儿布阵 我佩服于他糊涂 最后我问他民书看的正多 他说我知识太少 几乎不看书 有时候把自己的强项藏起来 把自己的弱项暴露出来没关系 把最强的最长的藏起来 一个项目 一个想法 如果不够独特的话 就很难献与别人 我认为猛牛小飞扬不是策划出来 是踏踏实实的产品 服务和体系 大家都知道 史玉柱是个策划高手 但史玉柱在我看来 他对客户体验 营销以及产品的 真正客户体验的认识 是真正可以称得上大师级的 产品 质量 服务 可能是 有了这些以后 再做策划就会成功 没有这些东西 一切策划都是空的 做任何事 要有时间 耐力和耐心 80年代的人 千万不要跟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的人去竞争 要跟未来竞争 这样你才会有赢的可能性 那么很多人生的第一桶金 跟第二桶金 我认为就是人一辈子经历了什么 所以不要一开始 就我要必须建立 这个原始纪力 狠狠地往前走 这很有可能就遮了 永远不要让资本说话 让资本赚钱 所以让资本说话的企业家 我觉得 不会有出息 但是重要的是 让资本赚钱 让股东赚钱 如果有一天 你拿到很大的钱 做你认为对的事情 做你认为 可以创造价值 可以让别人持久赚钱的想法 我想有一天 资本一定会听你的 创业者最优秀的品质 就是真诚 我永远是做自己 因为做自己的话 不管再丑陋 还是很好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在校门口碰上我们校长 我们校长跟我讲 马云 你到那个学校 五年以内不许出来 我脑袋也拍好 五年的我不出来 但是我没想到 我风托到那个学校 一个月工资就89块 后来深圳改革开放 给我1200 我那时候 真压力很大 92块 那边是1200 我说承诺就是承诺 不去就不去 第三年海南开放 给我3600 我那还是九十几块 所以我说承诺就是承诺 就是不去 但是没有想到 这五年的 在学校里教书的五年 给了我无数的好处 懂得了什么叫做 浮躁 什么叫不浮躁 什么叫去听别人 怎么去做点点滴滴 你才会走出好的路来 很多人会讲到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都是好士兵 但是我认为 当不好士兵的人 永远也当不了 一个伟大的将军 所以每个人都得下去 变文化很难很难 但也不是不可能 15年以前 我开始做互联网 我说做电子商务 谁都认为 怎么可能在网上买衣服 怎么可能网上买东西 现在越来越多 你坚持走下去 总是有机会 最难的是什么 我就从战略里面 明确的目标 然后提供明确的价值点 商业社会 其实是个很复杂的一个社会 但我觉得呢 只有一样东西 能够让自己把握起来 就是诚信 因为诚信 所以简单 越复杂的东西 越讲究诚信 且将商人和生意人 有什么样的区别 唯有生意人 唯利是图 有钱就赚 商人有所为 有所不为 而企业家必须承担社会的责任 创造价值 完善社会 但是这三个 你要想做好一个优秀的生意人 一个优秀的商人 一个优秀的企业家 你必须有一样 同样的东西 那就是诚信 诚信是个基础 最基础的东西 往往是最难做的 但谁做好了这个 谁就路可以走得很长 很远 你知道人为什么会上当 上当不是别人太狡猾 而是自己太贪 我是大学里出来开始创业 有四个人骗过我 那时候比我大多了 每次他们讲的故事非常好听 但是每次我都上当 今天我活下来了 骗过我 当时比我大多的企业 这四家企业都关门了 而我们还存在着 骗别人的人 一定会有一天会倒霉 而要不上当 就是让自己能扛得住诱惑 扛得住压力 扛得住贪 是因为你贪才会上当 竞争 我认为这商业过程 它是一场游戏 它它各是一场艺术 第一点 是要向竞争者学习 只有向竞争者学习的人 才会进步 如果你竞争过程中 你自己觉得越来越累 一定是你出了问题 应该让对手越来越累 你越来越开心 但得到的结果是 让对手心服口服的说 我输了 你比我厉害 这样的竞争者 才是我们倡导的竞争者 人要成功 一定要永不放弃的精神 但你学会放弃的时候 你才开始进步 创业者走的路很长 中国充满了机会 我们希望中国未来的企业家 未来的创业者 能够站在世界的舞台上面 我们的一切都能够赢得世界的尊重 所以呢 我一直在想 势能工商 势能工商 为什么商永远排在后面 只有商把利益放在第一位 我们未来的创业者 企业家 必须把完善社会 促进社会 影响社会 这种东西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势能工商 商一定会排在前面 因为我们创造财富 我们创造就业机会 我们纳税 今后的创业的路 大家永远记住 我们希望对社会有贡献 促进社会的完善 帮助更多的人有就业机会 大家都讲到了战略和细节 我说什么是细节 很多员工都会抱怨 老板你太细 我作为一个公司的总裁 我经常说 因为你不够细 如果你细的 连我都查不出来的时候 我当然不会细 战略没有细节 那就一堆废子 什么是团队呢 团队就是不要让另外一个人失败 不要让团队任何人失败 领导力 在顺境的时候 每个人都能出来 只有在外境的时候 才是真正的领导力 任何有顺利的时候 一定有念境的时候 永远要把对手 想得非常强大 哪怕他非常弱 你要把他想得非常强大 商界犯错误 经常会出现说 看不见 看不起 看不懂 跟不上 首先对手 我在哪儿都找不到 第二 我根本看不起这些人 第三 我看不懂 他们怎么起来了 最后就 根本跟不上别人 承认错误并不丢 承担责任 要勇于承担责任 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 并不定是留在这场上面 而是留在未来 战略第一要是要明白 谁是你的客户 第二点 你为他们创造什么样的价值 第三 你怎么传递这些价值 到你的客户上面 就像一个实施战略 还要考虑到竞争对手 有很多要素 所以你如果这些 没有想清楚的情况下 怎么谈战略 很明确 一流的创意 叫三流的执行 我宁可喜欢一个 一流的执行 三流的创意 一个没有计划性 不可操作的创意 有的时候只会让大家 越来越痛苦 只有客观坦诚 只有很真诚的告诉 跟人分享别人的缺点 也看看自己的缺点 你才会真正成长起来 如果你边上的人 都认为你要么没用 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如果一个人说 你可能不服气 两个人说你不服气 如果很多人在说的时候 你要反省 一定是自己出了些问题 所以一个正确的 制定战略过程中 要说首先要做正确的事 再是正确的做事 你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事半功倍 如果你做的事情是错误的 你后面做的再正确 你死的越快 这两个千万不要颠倒过来 有些病 怎么藏也藏不住 他会出来 只有正是自己 你才能走得更远 那好比参加奥运会比赛一样 这个奥运精神里面做得很好 但是奖牌一块都没有拿到 那还得输 里面这东西有的时候是比较虚的 所谓你手上有两个资源 一人资源第二是财资源 如果你把人资源用好了 你得把财的资源充分的运用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当然我们做淘宝网 第一年预算是一千万美金 我的团队都省着用 哎呀这个一定的每分钱都得省 最好是不花钱能够赢 那我就告诉他 如果年底了 他把一千万都花光了 就告诉我我们赢了 需要更多的钱我就会支持他 那到了年底 他说我花了两百万 还有八百万剩下来 但是我们输了 我说我把这个团队力给开了 关注对手啊 是竞争中或者战略中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他不表示你会赢 别老是去看对手 有的时候一百米赛跑的过程中 你只能往前看 别往后看 对手看得很清楚 你自己没往前走 就得瞎看白看 你情报获得再好 还是要关注自己的临门一角 一切的理念 想法 战略 不能露出到一个结果和目标上面 都是空话 团队不知道往哪儿 大家都讲 哎呦你努力一点 我尽力了 我尽心了 每次你发现 每个人都垂胸顿足的时候 我尽力了 我尽心了 结果没有结果 营销不仅仅在理念上营销 你不能把钱拿回 你的员工就得饿肚子 你的公司就得关门 再好的理念 都只能写在书上 有价值观 没有业绩 成为小白兔 一个公司小白兔多了以后 那就是种灾难 你如果不灭掉几个小白兔呢 这公司就不会前进 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注重结果的时候 必须关注过程 没有一个良好的过程 任何一次成功都不可能被复制 今天赢了 明天也要说书 有一个梦想不容易 坚持梦想更不容易 不容易 咱们